身穿清潔隊黃色智服男子騎機車任意變換車道 警方向前攔查他加速逃逸 還一度推倒機車阻礙遠景 最後被壓制身上搜出海洛英 黃一南騎著摩托車逃進社區大樓停車場 接著丟下車子拔腿狂奔 還故意推倒機車阻礙遠景追捕 只見後頭兩位警察警追在後 三人在停車場上演一場警匪追逐戰 都被抓到了 還想跑黑男被警方狠狠壓制在地 但仔細看他穿的黃色衣服有些眼熟 原來是臺北市政府清潔隊員的制服 男子為了躲避警方追氣特地訂購 卻因為交通違規讓他身份曝光 回到幾分鐘前 當時淡水遠景執行勤務時 在民權路上發現57歲的陳姓男子 任意違規 變換車道立即上前攔查 但沒想到男子健壯進加速逃逸 被逮捕後 警方還在他身上 搜出一包海洛英金查 男子是士林地檢署發佈的毒品通氣犯 當場白口目辨 通氣犯躲避查器 一想添開夾半清潔員 但最後仍被警方逮個正著 該面對的刑則恐怕一條都逃不了 謝謝綜合報導